这里可不是一般社区的环保站 而是在厦门著名国际企业 领德叉车公司的园区内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志愿加入的 这个环保志愿群体 分成了有车间的一个垃圾分内 行政楼的一个垃圾分内 以及我们每一个都在回收站 会有一些垃圾分内 公司的志愿者每个礼拜 都会一起环保爱地球 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 那可能地球就会少掉很多垃圾 对于下一代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存空间吧 工厂大量利用采光 节能减碳 整节明亮更做到工业垃圾的回收分内 针对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垃圾的特性 然后分类成这种金属 微绘 木材 生活垃圾 还有塑料纸 然后后面他们就根据这种归类 在岗位上面分好类以后 然后才来投放 而办公区也设置定点的回收桶 大大减少垃圾种类混杂的情况 领德叉车公司亚太区的执行长 也以身作则 不只环境的环保 公司食堂也全面使用环保餐具 更在2016年7月开设素食窗口推广蔬食 从2015年的50份素食餐 推动世界书醒日到开设素食窗口 逐渐越来越多人响应 从去年书醒日的时候 我才接触到说 原来吃素可以拯救地球 可以减少碳排放 我应该为了子女嘛 然后多做一些 从吃素开始 现在每天的午餐 都有200多位员工吃素 从生活环保到身体环保 科技也成为好帮手 员工自发性制作厦门素食地图 安排环保活动等等 都在全公司的群组内分享 我个人身为一个慈绩人 也包括我爱我的员工 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家人 我希望说能够帮他们净化心灵 那净化心灵就希望 要说从环保开始 一开始是非常艰难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志工 私姑私姐们陪伴 每个星期三风雨不改 就过来陪伴一起做环保 从慢慢慢慢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做到今天 自2011年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 在这里没有阶级的分别 只有爱做环保的一颗心